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故事 老乞丐深夜敲门 男子心请他进屋吃饭 老乞丐说 帮你能长生不老 明朝家境年间 南越横山山脚下有座 寿星庙 此庙虽说不大 但极为灵验 方圆百里的父老乡亲都会在每个月的初一十五 专程到这里烧香 祈求寿星保佑 这月十五这天 从庙门打开的那一刻 前来烧香磕头的百姓就络绎不绝 直到下午十分 香磕才渐渐地少了起来 随着最后一位香磕的离去 喧嚣热闹的庙宇又变得异常安静起来 就在庙门关上的那一刻 大殿内 慈眉善目满脸笑意的老寿星陡然坚长长地出了口气 随即渗了深懒药 嘴里自言自语地说道 真是累呀 老寿星话音刚落 一直站在他身前的神鹿也开口了 寿星爷 你坐着还累 那我呢 自从妙修好之后 我就一直在这里站着 那天才能轮到我休息一番哪 说完 神鹿也长长地出了口气 喘了口气之后 神鹿接着说道 寿星爷 每逢初一十五你就接受人们的香火 每天来的香可 没有一千也有八百 人们来到这里 无非就是求你保佑 能长命百岁 前来烧香的人这魔多 你都能顾得来吗 听神鹿这样问 老寿星说道 人人都想着能长生不老 但天底下能有鸡人能如愿 平日里不去行山积德 只把坏事做尽 到头来却又想着要长生不老 让这样的人多活一些时日 这不是坑害善良之人吗 你看那溪柳庄的赵园外 昨天才霸占了林家的田产 还逼死了一条人命 今天却来这里祈求长生 这 这不是华天下之大鸡吗 叹了一口气 老寿星接着说道 再看东赵村的李生兄弟俩 父母含心如苦 将他们抚养成人 许妻成家后不思报恩 反而相互推诿将爹娘赶出家门 似这等不孝之人也祈求长命百岁 这成何体统 说住说住 一向慈眉善目的老寿星 也不由得有点动怒了 寿星爷 那你准备怎么办 老寿星冷哼一声说道 哼 我的赐福并不是任何人都能够得到的 那些一心向善积攒功德的善良之辈 即使他不来磕头烧香 我也会保他长命百岁 而那些平日里一心为恶的人 他们不仅不会得到福报 反而还会收获恶果 这便是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就在老寿星和神路 在大殿之内笑声说话之际 此时 在庙宇门前的山路上 一个瘦骨临寻的老头正步履蹒跚的艰难的挪动着步伐 老头的脚步声虽说很轻 但神路却真真切切的听在了耳朵里 寿星爷 这磨碗了还会有谁来 老寿星苦笑着说道 为了能求长生不老 那在乎天黑 哎 可怜的人哪 说吧 老寿星便 正今微作不再言语恢复到了原先的模样 静等那人到来 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不到半里的山路 老头却足足走了大约半个时辰的时间 直到天色完全黑了下来 他才颤颤巍巍地推开了庙门 或许是浑身的力气已经全部好光了 就在他推开庙门的一刹那 老头昏了过去 健壮 神不连忙用只有他和老寿星才能听得懂的话 敲声问道 寿星爷 你看此人瘸腿驼背眼又瞎 这样的人也来求长生 这不是活受罪吗 要不要我过去帮帮他 老寿星低声说道 是人谁不想长生不老 不要说他了 就是九十老翁也想再活鸡十年 既然求神保佑 那就得新城 如果连这点都办不到 那还求什么长生不老 等等看吧 听老寿星这样说 神不也就不再言语 而是站在神像旁敲声看了起来 大约过了两盏茶功夫过后 老头渐渐醒了过来 拖着将近贪软的身子 老头爬到了神像前面 艰难地站起身子点上三炷香后 老头又恭恭敬敬地朝着老寿星跪了下去 就在老寿星等着老头祈求长生之时 老头接下来的话却似一盆冷水一般 将老寿星交了个头新凉 只听了老头第一声说道 寿星爷 别人来你这里是求长生不老 我沉老头却不求你保佑长命百岁 听到这里 老寿星不由得愣住了 心中暗道 什么 来寿星庙不求长生 那求什么 只听了老头又缓缓说道 我只求你让我快快死去 说完 老头便对着寿星爷 重重地磕了几个响头 听了老头的祈求 老寿星再次惊呆了 就在他愣神之际 那老头却缓缓地站起身子 朝门外走去 现老头举止怪异 老寿星不再坐等 随即变换成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 从神像后面缓缓地走了出来 老哥留步 老寿星一边说一边 快步走到老头跟前 将他拦了下来 闻听有人叫他 老头随即停下 脚步缓缓地掉转了身子 老哥 是你叫我吗 老寿星点了点头 老头又问 你换我何事 老寿星笑着说道 老哥你不用害怕 我是个外地人 听闻此地寿星庙非常有名 便特地从老家赶来上了一炷香 因家距离此地 有些路程赶不回去 所以便想着 在此地借宿一晚 明早再走 这荒郊爷领没人出没 甚是寂寞 现老哥你也是孤身一人 所以想和你聊上几句 也好节节闷 你看如何 现老头没有推辞 老寿星连忙扶着 他在门槛上坐了下来 老哥你贵姓 老寿星问道 老头淡然一笑说道 山里人家有什么贵不贵的 我名叫陈三狗 就住在十里之外的陈家庄 原来是陈老哥 老哥 到你我这般年纪 来者寿星妙无非 就是求个长生 可我刚才却听见你不求长生 只为宿死 这是何故 老寿星疑惑地问道 陈三狗叹了口气说道 不瞒老哥你说 似我这般又瘸又瘸又下之人 活在世上还有什么用 还不如早点死了为好 省得再拖累他人 老哥 你这话是何意 莫非是老伴嫌弃你了吗 老头摇了摇头说道 我打了一辈子光棍 那有什么老伴 那又是为何 莫非是日子过不下去了吗 不瞒老哥说 老头我虽说没有老伴 过得却比一般人家要好 就拿眼下来说吧 别人嫁到这个时候 粮食估计都快见底了 我却不然 不仅顿顿都能吃饱 而且隔三差五 还能沾点婚姓 你再看我穿的这身衣服 虽说是旧了点 但却浅浅浅静 没有一丝污垢 听老头这样说 老兽心不由的朝着老头看了过去 要不是老头说 老兽心还真没看出来 老头虽说瞎了一只眼 但脸上却白白胖胖 看不出半点菜色 再看他的衣服 虽说补丁也有不少 但却洗得浅浅静静 看到老头这般模样 老兽心不由的疑惑从生 老可按理说 似你这般年纪还打着光棍 应该是拉里拉他才是 我怎么看不出来 莫非你老哥家有万贯家财 是仆人们将你伺候的这般尽心吗 那倒不是 老汉我生来残疾 连最基本的生活都难以自理 哪能凭空的来这般富贵 咦 这可就怪了 这 这又是为何 老头叹了口气说道 实不相瞒 在我四十岁那年 老汉我从路旁捡回嫁一个儿子 这些年来就我爷俩一只相依为命 听老头这样说 老兽心连忙抢着说道 我知道了 定是你那儿子待你不好 你气不过 虽想早点了 血残生 怎么样 我说的一点没错吧 你说什么呢 别看我那儿子是捡来的 我父子俩的感情 却要比亲生父子还要好 自从他能干活之后 他就让我休息下来 专门享父 要说起我那儿子呀 人们都羡慕得紧啊 说起这话时 老头满脸自豪 从他脸上能够看得出来 他似乎对这个儿子很是满意 听了老头的话 老兽心的眉头更加皱得紧了 老哥 既然你那儿子对你这般好 那你为何还要不求长生求素死 只听老头长长的叹了口气说道 就是因为儿子对我太好了 我才要这般 我早点死 也就省得再拖累他了 我儿名叫陈鼎元 今年二世有三 不仅长的一表人才 而且干活也是一把好手 在他的操齿下 我父子俩的日子 过得虽不算什么大富大贵 但也衣食无忧 这些年来 靠我俩省吃俭用 倒也攒了不少钱财 就等着给他娶媳妇用 三年前 嫌他已到娶妻成家的年龄了 我便托人给他说起媒来 谁知媒倒是说了不少 但没有一个人能看上他 这是为何 莫非你家儿子 也和你一般是个残疾之人吗 听老寿星这样说 老头有点生气了 随即狠狠地等了他一眼 继续说道 看你这话说的 你没听到我刚才说吗 我那儿子长得相当俊朗 那死我这般又瘸又瞎 老哥 既然你儿子样貌不差 人也勤快 家里虽不算富裕 但也有点闲钱 这魔好的条件 怎么会找不到老婆呢 唉 这不都还是因为我吗 你 你儿子娶媳妇关你什么事 人家不还都是因为 我是个拖累吗 听陈老头这样说 老寿星顿时明白了过来 原来如此 难道你就是因为自己活在世上 拖累了儿子才不想活了吗 老头点了点头继续说道 一年前 我家儿子从外面回来 半路上遇到了三个坏蛋 要对邻村王源外的独生女儿 王清莲费礼 我儿健壮 愣是赤手空拳 将三个坏蛋打跑 这以后 那王清莲就看上我家儿子了 本以为这门婚事 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没想到我托梅人上门 王清莲倒是一百个愿意 就是他的老爹王源外嫌弃家中 有我这个累赘 愣是不同意这门婚事 得了灰心以后 我儿倒是莫太在意 可我确心有愧疚 总觉得是因为自己 才拆散了他们这一对鸢鸯 于是就想着早点死了 听了陈老头的话 老寿星也是唏嘘不已 轻声叹了一口气之后 他便劝起了陈老头 老哥 你身虽残疾 血心怀大碍 愣是将一个冰死之人 养育成人 就冲你这份善心 老寿星 他怎么能让你早早死去呢 我看你还是死了这份心吧 停顿了一下之后 老寿星又说道 老哥 不瞒你说我也是有孩子的人了 这天底下的父母都是一个样 宁肯委屈自己 也不能亏了自己 但孩子们呢 说实话 你刚才夸你的儿子我 确实有几分不信 不是有句话叫做 娶了媳妇忘了娘吗 慢说你这孩子还不是亲生的 就是亲生的 遇到这种事情 还不是首先献为自己打算吗 哪有为了爹娘不受委屈 不娶媳妇的儿子 我看你这是在骗我 一定是你儿子 这些你挡了她的姻缘 也是孤身一人 你倒不如留在这里和我做个伴 实不相瞒 我与那亡元外倒也有些渊源 如若你说的都是真的 我倒是愿意帮你这个忙 这样呢 你家孩子的婚事也成了 你也不用急着死了 你看如何 你看如何 听老寿星这样说 陈老头当即就高兴地喜出望外 连忙对着老寿星撑血不已 又聊了一会闲话之后 老寿星随即安排陈老头 在一旁的侧屋躺下 自己随即又回到了大殿之内 他刚在神像的位子坐好 那神路就开口了 寿星爷 你果真要帮了陈老头的忙吗 老寿星笑着说道 像陈老头这种善良之人 即使他不来烧香 我也会去帮他的 只是不知 他说的都是真的吗 这天底下 不忠不孝之人多了去了 他那捡来的儿子 果真是这般孝顺吗 要是他真的如此 这对父子可就不一般了 父亲为了儿子宁愿遭死 而儿子为了照顾父亲宁愿单身 这样的父子哪里去找 不行 明天我得去试试他那儿子 如若他真的是陈老头口中说的那样 我为师魔不帮他呢 说完 老寿星便闭目沉思起了对策 现老寿星这般 神路也就莫再出言打扰 转眼间天已经大亮了 天亮之后 老寿星又变回了昨日夜里的那般模样 安顿好陈老头让他在庙里耐心等待之后 老寿星便朝着山下去了 大约两个多时辰后 老寿星来到了陈老头家 却见他家大门紧闭 不似有人 和邻居打听了一番之后才知道 因陈老头不知所踪 他的儿子陈鼎元非常着急 昨天下午时分就外出寻找去了 直到现在仍然没有任何消息 听邻居们这样说 老寿星对陈老头的话不由得相信了几分 为了验证陈鼎元 到底是否正如陈老头口中所说的那般孝顺 老寿星决定另出高招 按下老寿星不表 先说陈鼎元 他三岁丧母 七岁丧父 流浪到此地后 被光棍汉陈老头收留 在那个年代 不要说陈老头 一个又瘸又下的残疾人了 就是一个年轻壮小伙 想要生存下去都十分困难 何况还要抚养陈鼎元这个孩子 但老是芭蕉的陈老头 硬是靠着自己的一双手 将陈鼎元抚养成人 其中付出的艰辛 实在是难以言表 令陈老头欣慰的是 陈鼎元十分懂事 从小就帮着陈老头 做些力所能及的活计 长大后 陈鼎元不仅勤快能干 而且懂事孝顺 在他的操耻下 他爷俩的生活 虽不敢说是大富大贵 却也吃穿不愁 这些天来 董事的陈鼎元见父亲中日魂不守舍 常常说些摸不着编辑的话 心中便对他有了防备 就怕他做出一些出格的举动 遂辞了活计 专门在家照看父亲 昨日午后 邻居王大娘 又急事找陈鼎元帮忙 陈鼎元吩咐了积居父亲后 便帮忙去了 也就不到一个时辰的功夫 当他回到家时 陈老头已经不见了踪影 见父亲没了踪影 陈鼎元心急如焚 虽在四周寻找开来 但陈老头就像是从人间蒸发了似的 不见影踪 第二天黄昏时候 陈鼎元来到了寿星庙附近 就在他左顾右盼四处寻找父亲之事 路旁的草丛中突然传来一阵痛苦的声音声 尽管心中惦记着父亲 但善良的陈鼎元还是停下脚步 朝着草丛中看了过去 却见一个身穿白衣的妙龄少女 正蹲坐在那里 捂着右脚低声抽气 姑娘 你怎么了 陈鼎元关切地问道 大哥 小女子外出游玩 不小心崴了脚 还望大哥能帮助一二 听到女子的说话声 陈鼎元赶紧搓了搓手 红着脸说道 姑娘 你家在哪里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将你送回家去吧 那女子倒也没有拒绝 陈鼎元健壮 随即将女子背在身上 朝着寿星庙旁边的一条小路走了进去 大约走了一里多地后 在一处深宅大院门口 女子吩咐陈鼎元停了下来 女子刚从陈鼎元背上下来 大门就开了 只见一个大约五十多岁的男子 从院子里跑了出来 冲中的女子就大声哭了起来 燕儿 你去哪里了 你让为父找得好苦呀 女子一边宽慰着男子 一边对他说道 父亲 下午十分 我心里闷得荒碎到外面三心 谁曾想迷了路 心慌之下又将脚给崴了 多亏遇到这位大哥 要不然 听女子这样说 男子一边吩咐仆人将女儿扶回家中 一边冲住陈鼎元说道 恩公 多谢大恩 说完 男子就要将陈鼎元请到家中 因为已经一天一夜 没有父亲的消息了 陈鼎元很是焦急 随即推辞道 老伯 些许小事不足挂齿 只因我尚有急事在身 不敢多坐停留 等事情了 接再来讨扰 说吧 陈鼎元扭头就走 男子连忙抢先一步 将陈鼎元拦了下来 恩公 这这那能走 说吧 不等陈鼎元同意 男子便连拉带拽地 将陈鼎元请进了家中 坐定以后 男子随即问道 尚未请教恩公高姓大名 不敢 小知名叫陈鼎元 就住在不远处的陈家庄 原来是陈公子 陈公子 老夫姓彭 你叫我彭老伯即可 我听你刚才口中 曾说有急事要办 可否告知一二 如若我能帮得上忙 定不遗余力 陈鼎元他的口气说道 哎 实不相瞒 我那父亲昨日午后从家中出走 至今杳无音讯 彭老伯 此时我心中甚是焦急 故不敢多坐停留 还望老伯能够谅解一二 说吧 陈鼎元又要起身 那彭老头 却又将他拦了下来 先知 你且做好 老夫我有话要说 你的名字我曾听人说起过 也曾想着 三两天之内到你家和你详谈此事 现在你正好上门 索性我就和你挑明了吧 听彭老伯这样说 陈鼎元疑惑地问道 彭老伯 你我素不相识 你找我有何事 你我索然未曾谋面 但我早就听说过 陈家庄有个勤快能干的帅小伙 今日一线 果然名不虚传 是这样 老夫我如今只有这么一个女儿 也已许配他人 他出嫁以后 这家中就剩我孤身一人了 我早就想着 找个踏实点的人 来继承我的这份家业了 只是苦于没有遇到有缘之人 今日你正好上门 我就想将你收为一子 你看 此时 陈鼎元的心中想的都是自己的父亲 哪有心思听着些话 连忙起身说道 彭老伯 如今我父亲生死不明 我哪有心思谈及这些 多谢厚爱 但暂时还是不要再说了 说完 陈鼎元又要起身 先知 我可听说了 你那养父又瘸又瞎 身子又不好 将来还不是个拖累吗 如今他离家出走 又不是你将他赶出家门 装装样子找找就行了 何必那么认真呢 这样吧 只要你开口答应 不再认那陈老头 今晚我就把全部家当交给你 说完 陈老头便吩咐仆人 搬来了几箱银子 还有一些房屋地器 本以为这些东西能让陈鼎元动心 令彭老头没想到的是 陈鼎元看多么看这些东西 而是起身指着彭老头朗声说道 彭老伯 我念你是个长辈 不免有几分敬意 但你这样说 可就有点没有良心了 想我那父亲含心如苦 将我养大成人 现如今 我一长大成人 就该给他养老送终 别说区区迹象银子 你就是搬来整座金山银山 也比不过父亲对 我的养育之恩 说完 陈鼎元冷哼一声 就要往出走 就在这时 彭老头黑黑一笑 年轻人 你爹看来墨白养你呀 他和我说起你的时候 我还不相信 看来他没有骗我呀 你不是要找他吗 我这就带你去献他 说完 彭老头拽起陈鼎元就走 很快 两人就来到了寿星庙 在这里 陈鼎元找到了他的父亲 父子相见之后 又抱头痛哭了一番 直到此时 陈鼎元才发现 那位彭老头已经不见了踪影 待他向端坐在大殿之中的寿星爷 看去之时 却见寿星爷正对着他微微发笑 此时 这对父子才明白了过来 原来那位彭老头就是寿星爷所办 对着寿星爷千万谢了一番之后 这对父子便离开庙宇回到了家中 就在陈老头起身的那一刻 他惊讶地发现自己的腿不瘸了 背不脱了 连瞎了的右眼也重见了光明 一个月后 陈鼎元与王清莲成婚 此后 夫妻二人恩恩爱爱 一大家子和和美美地生活了下来 邀请大家看我的故事 民间故事 女子回家 见姐续添柴不生活 她悄悄撒出一把黄豆 说在明朝时期啊 有一对姐妹花出生在贫苦人家 父母去世的早 唯有姐妹二人相依为命 村里的邻居们见姐妹二人可怜 刚开始的时候便时不时地接济一下 可那年头儿家家户户 堵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自个儿家都吃不饱饭 哪儿还有闲粮 供姐妹俩吃喝 一来二去 邻居们也就剩了口头关心 莫办法 年纪大一点的姐姐石秀梅 一边到田里干住农活 一边照顾住年幼的妹妹 这样的日子 转眼就过了八年 多年来 石营春在姐姐照夫下而活 她心中万分感激 家中的活儿都抢住干 而石秀梅照夫妹妹 也已然成了习惯 就算自己成了婚 也依旧将石营春带在自己身边 姐姐对石营春的好 她打心眼里欢喜 只是她那姐夫的存在 总是让她心中有些发毛 此时此刻 石营春站在院子里 望住姐夫的背影 石营春浑身发颤 脑海中不禁回想起 半年前姐姐石秀梅成婚时候的事情 半年前 石秀梅刚满二十岁 按照现代的年龄 青春刚刚开始 可在那个时候却不同了 在那时 女子过了十八岁 还嫁不出去 就是莫人要的老姑娘了 石秀梅年纪大了 再加上家中莫条件 成婚也拿不出来嫁妆 村子里的媒婆 都不愿同石秀梅说亲 然而这一天一早 姐妹二人正准备出门到田地里干活的时候 村中的王媒婆扭住腰便走了进来 现石秀梅肩膀上还挑住担子 赶忙急匆匆迎上来 结果担子说道 哎呦 秀梅呀 这以后你可要过上好日子了 这挑担的花还用你做 说住话 王媒婆便拉住不明所以的石秀梅进了屋 石迎春见状 也顾不上干活了 一是放下手中的东西 跟着一块进去了 姐妹二人的屋子 这王媒婆是从来都没踏进来过 就算路过也是急匆匆的就走了 如今现她喜滋滋的拉住石秀梅的手说话 姐妹二人不禁是面面相去 好一会之后 见姐妹二人都没说话 那王媒婆便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说道 这磨多年 王婆子 我也算是看住你们姐妹二人长大的 那磨早便磨了爹娘 日子过得苦忧 王婆子 我想要帮忙 也是有心无力 这不见你年纪到了 王婆子 我就赶忙跟你说里门亲事 这南方家里有些银子 对女方没石磨特别的要求 就想让自家儿子娶一个能干的媳妇 我一想就想到了秀梅你啊 便同南方人说了 那边人对你很是满意 说过几天便前来提亲呢 不知秀梅你什么想法 王媒婆望住石秀梅 眼神中全是期待 石秀梅有着自己的考量 再加上王媒婆在村子里的声誉 石秀梅便点头应了下来 见石秀梅应了 王媒婆脸上的笑容怎么也止不住 等王媒婆一走 石迎春便不干了 姐 这事你怎么能应呢 虽说是过了年纪不好说亲了 可挑选夫婿 可是咱们女人一辈子的大事 那人还没见到 王婆子更是不肯说究竟是哪家人 若是个不靠谱的 姐你这辈子可就毁了呀 石秀梅确实没想这些 反而笑住伸手戳了戳石迎春的额头说道 你这小丫头想的倒是挺多 你放心吧 你姐我这么厉害 嫁了人也吃不得亏 倒是你 眼看就到了成婚的年纪了 你姐我若是嫁了人 手头宽裕了 也能给你寻个好富家 可不能像我这样耽搁着磨酒 石秀梅说住话 便不顾示迎春在说些什么 起身便出屋继续干活去了 没过几天 果然像王媒婆说的那般 南方人写礼上门提亲来了 姐妹二人虽没见过什么世面 可见来人衣服料子 便知此人来头不小 是个有本事的 那人自称是镇子上做小生意的刘老板 同时也是石秀梅未来的公公 姐妹二人当即便拘束了起来 可这刘老板倒是好接触 同石秀梅说了很多话 言语之间都是对石秀梅的满意 既然商定了婚期 刘老板便说有事离去了 然而在临出门之前 刘老板忽然扭过身子来 夕阳西下 却硬得刘老板面色十分惨白 只听刘老板开口说道 你们二人成婚 彩礼白两银子一两不会差 但我儿子必须要住在你们家 一年之内都不得回婆家看望 这样的要求你可硬 石秀梅一听 也不是什么无理的要求 刚好还能将小妹带在身边 当即便硬了下来 可让姐妹二人没有想到的是 正是这要求 差点就要了他们二人的命 十年中秋 石秀梅出嫁 男人坐在高头大马上 带着迎亲队伍 在村子里转了两圈之后 便又回到了石秀梅家中 石秀梅出嫁 听说南方还是镇上的大户人家 村里人心中好奇 纷纷围到石家院子里看热闹 可人们在院子里等了好一会儿 都不见新郎官的身影 就在人们七嘴八舌念叨的时候 一只绑住红花的大公鸡 熊啾啾气昂昂的 走到了院子中央 那边南方请来的喜伯见状 心中一喜赶忙迎上前去 哎呀 我们的新郎官总算是来了 见那喜伯朝着一只大公鸡脚 新郎官 在厂人村民都愣了 上一瞬还在替姐姐开心的石盈春见状 也不禁愣了愣 一来二去 姐妹二人才知道 他们这是让王媒婆摆了一道 石秀梅要嫁的 是个末今年命的病秧子 那病秧子 坚持坐在高头大马上 末多久 便倒下了 现在正躺在屋子里呢 莫办法 喜伯这才托人 找了一只大公鸡来代替 石秀梅心中难堪 此时在听住周围村民的闲言碎语 心中更加难过了起来 可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 已然没了回头的机会 纵使泪眼婆娑 还是闷头坚持完了一事 夜里的时候 当村里看热闹的人们纷纷离去 石秀梅便躲到屋子里哭了起来 石盈春闻声走上前 卧拳问道 姐 那男人醒了没 石秀梅抹了一把眼泪 摇头说道 还没有 我瞧着那个样子 怕是不会醒了 见解解哭得伤心 石盈春心中不禁涌上一团怒火 难怪那刘老板 要刘茂住在咱家里 感情他们是不想再照顾这病秧子 正好借助婚事 将这烫手山芋扔到姐姐你手中呢 不行 莫他们这磨做事的 我得去找他们好好说说理 然而石秀梅却是拉住石盈春的手含泪摇头说道 小妹 别去了 失忆至此 再怎么说 我也已经成了刘家的媳妇 再说了 刘家给了那么多银子 就算刘茂的当真 这会儿没了命 也够你我姐妹二人花半辈子的了 现石秀梅认了命 石盈春心中更气 便不顾石秀梅阻拦 便出门去了 只是石盈春一打听 才知王媒婆前几日便搬离了大市村 究竟去了哪里无人知晓 再去镇上找所谓的刘家 更是查无此人 这一耽搁就是一大天 想到家中姐姐 石盈春只得闷头回了家 傍晚 石盈春刚进了村子 就见有机人抬住棺材 浩浩荡荡地朝着自家院子走去 石盈春现状心中一惊 赶忙快跑击步 冲进家中 便听到屋中传来石秀梅 撕心裂肺的哭声 此时石盈春也顾不得起她 三步并坐两步便冲进了屋子里 就见姐夫 刘毛双眸紧闭躺在炕上 那张脸白得吓人 嘴唇更是毫无血色 瞧这样子 怕是一惊 姐 这是怎么回事 清晨我走的时候 不是还说 姐夫她还有呼吸吗 石盈春问住 好一会儿石秀梅才哽咽开口说道 你刚走磨多久 我就听到屋子里有人叫我 我进来的时候就现刘毛她咳得厉害 我叫她喝水 她也不喝 耿住脖子 不知道要做什么 没一会儿就断了气呀 姐妹二人说住话 门外的棺材便已经抬尖了院子里 石秀梅抽气住 拿出二两银子 递给了鸡人 便扭头对石盈春说道 小妹 帮姐一把 将刘毛抬进棺材里 这场闹剧也就结束了 往后 咱们姐妹二人 有着一百两银子 不愁吃也不愁穿 咱们好好过日子 这事儿就不再想了 石盈春这时候也不好说什么 赶忙随住石秀梅的脚步将刘毛抬了起来 然而让石盈春感到诧异的是 这刘毛看起来高高壮壮的 但身子却是分外轻盈 姐妹二人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人抬了起来 这边刘毛刚被放进棺材里 正准被盖盖的时候 就见里面的刘毛猛地呼吸了一口气 随即便睁开双眼 坐至了身子 一双眼睛咕噜噜转住 好一会儿才恢复正常 姐妹二人看住眼前惊人的一幕 一时之间 手上的动作也顿了顿 不知过了多久才惊叫出声 这刘毛的 起死回生 让姐妹二人是又惊又喜 只是奇怪的是 刘毛醒来的这天夜里 村子里人家养的鸡鸭等牲畜 一夜之间就没了命 一个个血肉消失 就像被人吸了元气似的 为此村里人心惶惶 都说石秀没嫁的这男人是个灾心 不少人都要将姐妹二人 包括刘毛在内赶出村子 最后还是在刘毛的提议下 一家给了一两银子 村里人这才不敢说些什么 只是自那天之后 便甚少有人和姐妹二人来往了 村中人人对他们避而不及 想到这里 石迎春的眉头越皱越近 不只是村里人 就连她都看姐夫有些奇怪 双眼无神 走路轻飘飘的 下雨天不出门 与时秀没成婚半年 从未去过渔房 也没沾过水 娇弱的就像搁指娃娃 可每次石迎春和姐姐说出自己心中的担忧 姐姐都插开话题 不肯相信 石迎春心中一边想住 一边将家里的活都干了 头中午的时候 院子大门被推开 石迎春探头望去 就见姐姐和刘帽回来了 姐姐身上背着被篓 被篓之中 仅是一些叽叽喳喳叫的小鸡仔 手上也莫显住 左手一只鸡 右手一只鸭拎住 累得石锈眉不行 可再看刘帽呢 两手空空如也 竟是什么东西都莫拿 石迎春心中有气 结果石锈眉背上的背篓便都浓道 姐夫你也真是的 这魔中的东西让姐姐一个女人又被又拎的 你一个大男人整日在家什么都不做就算了 这拎东西的活也不做 听到石迎春的吐槽 石锈眉赶忙接过话说道 行了迎春 你劫我呀 力气大 干灌了这样的活了 再说了 你姐夫身子雷弱 不能干中活的 姐妹二人一边说主话 一边往后院走去 将这些鸡仔放到围栏里的时候 石迎春这才发现 这背楼里竟足足有四五十只小鸡仔了 石迎春见状 不禁有些惊讶 连忙开口问道 姐 买这摩托机在作甚 咱们家虽说日子好过了 可这摩托张嘴 咱们也养不起呀 石锈眉文言叹了口气 随即摇头说道 我也不知道 是你姐夫开口要买的 这边石锈眉说主话 起身忽然坚决的头脑晕乎乎的 缓了好一会儿才站稳了身子 一旁的石迎春见状 赶忙扶了石锈眉一把 脸上有些担忧问主 姐 你这身子怎么自从成婚之后 就这么虚弱了 改日不行 咱们找郎中过来 给你瞧瞧吧 石锈眉一听这话 赶忙摆摆手说道 不用不用 我去睡一会儿就好了 石锈眉说主话 便颤颤巍巍地进了屋子 望住石锈眉的背影 又回头看住围栏里的记载 石迎春不禁又回想起 半年前村子里一夜之间 死了积压的事情 她回头望向了紧闭的房门 心中声寒 赶忙低头数了数围栏里记载的数量 当天夜里 石迎春想这事 辗转反侧都睡不住 不知过了多久 后院儿园本安静静地记载 忽然见不安分地叽叽喳喳叫了起来 石迎春心中一惊 正准备起身出门查看的时候 却见此时窗外掠过一道人影 那人影在石迎春窗前停留了好半赏 都没有离去 她吓得心砰砰乱跳 赶忙小心翼翼地钻毁 被窝移动不敢动 时间庞复停止 就在石迎春下定决心出门看看那人影究竟是谁的时候 窗外那人却又离开了 石迎春松了口气 不过紧接着她便听到了阵阵咀嚼声响 这声响在寂静的夜里如同雷声 惊得石迎春心中不安 几次想出去查看 心中却胆怯 只好忍住哀悼了天亮 第二天一早 石迎春起身的时候 姐姐石秀梅还在睡着 想起昨天夜里停在她窗前的人影 石迎春心中一阵后怕 吃过饭后 她便急匆匆来到后院 数了数为兰里记载的数量 四十六支 比昨天少了四支 这魔说 石迎春心中大害 急忙拿了一两银子 朝着村中张婆家跑去 张婆是村子里有名的看事先生 平日里村中有人家出了什么离奇事 都找张婆来看 有时候张婆甚至还会到镇子上去 一年到头能赚不少银两 石迎春跑到张婆家门前的时候 张婆正准备出门 见到石迎春来了 倒也不像其他村民那般避讳 而是开口问道 迎春丫头 可是遇到什么难事了 石迎春四周望了望 好一会儿才低声说道 张婆得确实有事情 事情有些蹊跷 还需张婆给个主意啊 石迎春说住话 张婆便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石迎春不敢隐瞒 敢忙一五一时的将自己心中猜想说了出来 阿婆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半年前 咱们村子里牲畜一夜之间都没了的事 我怀疑这事跟我姐夫有关 张婆文言倒是不惊诧 反而是点头说道 嗯 这事忘不了 不过发生这事之后 村长找我去探过你姐夫的虚实 可我看了一辈子的事了 唯有你姐夫看不透 他确实很不一般 就连我可能都不会是他的对手 所以这磨久了 你家的事我也莫敢管 石迎春听了这话 心中一颤 张婆的手段他可是见过的 连他都搞不定的事情 那岂不是要难上加难 心中想住 石迎春便皱起了眉头 不过转而便听张婆话锋一转说道 不过这事也不是没有转机 今日我正要去拜访我师兄 他比我能耐 或许他有法子 当我回来 定会给你姐妹俩一个交代 张婆说住话 便将一个锦囊 塞进了石迎春手中 这黄豆你拿好 回去之后 若是遇见危险了 就将这黄豆 撒在那人脚下 兴许能助你逃过一劫 石迎春紧紧握住锦囊 随后便拜别张婆朝 住自家院子的方向 缓缓走了过去 回到家之后 石迎春发现 姐姐还在屋子里睡住 她不禁皱紧了眉头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 姐姐欲发誓睡起来 以前姐姐可不是赖床的人啊 正当石迎春 准备推门进去看看石秀眉的时候 另一边不断传来的咀嚼声 吸引了她的注意 她顺着声音 缓缓走上前去 就见厨房之中 刘帽顺手拿起灶台一旁的柴火 色尽了灶台之下 没一会儿 柴火便将灶台底下填满了 瞧这样子 似是在添柴生活 只是那灶台之下 根本没有点火 这刘帽分明就是在隐藏什么 可是迎春心中有助顾虑 此时也不敢靠近厨房 指的装作没有看到 匆匆走过 并悄悄在厨房门前撒了一把黄豆 石迎春躲在自个儿房间里 偷偷摸摸摸望住厨房这边的情形 不一会儿就现刘帽愣愣走出来 一脚便踩在那黄豆上 紧接着刘帽脚下一辆枪 灯石便摔倒在地 当刘帽再次起身的时候 身上竟是破了好几个大口子 而石迎春则是顺着那口子 看到了刘帽对面的东西 这刘帽竟是只做的 石迎春害怕 吓得浑身都不禁打起了颤 那边刘帽似时 察觉到了石迎春的目光 猛地扭过头来 看向石迎春所在的方向 面对此时诡异的刘帽 石迎春一时之间也忘了躲避 直到自己面前内闪屋门被人推开 他才反应过来 刘帽的身影离他越来越近 石迎春夏一时的将手 摸到张破给的锦囊里 随即心中一息 里面竟还有几粒 石迎春不敢耽搁 当即捏出一个黄豆 便朝着刘帽身上砸去 那黄豆砸到刘帽身上 发出一道金光 瞬间刘帽的身体 就破了一个洞 石迎春察觉有效 便一边后退 一边用黄豆 往刘帽身上砸住 然而没一会儿 井囊里的黄豆就用光了 刘帽虽然被砸了好几个洞 身上已经破碎不堪了 可他依旧向石迎春靠近住 与此同时 只听刘帽开口说道 原本我想把那些小鸡仔处理掉之后 再跟你好好玩玩 可我却没想到你这小丫头如此机灵 这磨快就发现了我的事情 我也只好将计划提前了 说住话 就见刘帽朝着石迎春 呼出了一口气 下一瞬 石迎春便感到自己体内有什么东西在流失似的 没一会儿的功夫 浑身便没了力气 他的视线越来越模糊 就在这千军一发之刻 屋外忽然传了一阵浑厚的声音 只听那声音说道 不知是何人 胆敢用此邪术害人 那话音刚落 就见刘帽身子一颤 紧接着便扭过身子 而此时石迎春睁开眼 迷糊之间 就现一个山羊湖老道走了进来 其身后还跟着张婆 石迎春还想知道些什么 可她的头脑却是愈发沉重 很快便昏了过去 当她醒来的时候 已经是第二天一早 张婆在抗边守住 见石迎春睁开眼 便赶忙迎了上来询问道 迎春丫头啊 你可好些了 石迎春点点头 随即四十想到了什么 便赶忙开口问道 张婆 那刘帽 石迎春话音未落 张婆已然猜出她想问什么 便一五一时的将昨天晚上发生的事情 同时迎春说了 原来昨天石迎春昏过去之后 那山羊湖老道便出招要枪刘帽之夫 刘帽察觉其中不妙 赶忙便要跑 山羊湖老道也不追 任由刘帽逃走 张婆见山羊湖 泰然自若 不仅心中意紧 连忙开口说道 石兄 怎么不去追 这人若是跑了 村子里怕是要生难啊 山羊湖却是笑道 即时抹 这人身子轻盈 就算我有通天的本领 也追不上他 可他就不同了 山羊湖老道说住话 便从绣笼中抽出一张纸 在其翘首之下 那张纸很快就变成了一只纸鹤 随着老道一口气吹出 那纸鹤便晃晃悠悠地追了上去 带纸鹤折返回来的时候 已经是一炷香之后 听住纸鹤带回来的消息 山羊湖老道面上一沉 赶忙带着张婆 急急赶了过去 那刘茂所去之地 不是别处 正是那王媒婆家里 张婆说到这里 不禁叹了口气 好一会儿才开口 继续说道 原来这一切的始作俑者 竟然是王媒婆 她干媒婆行业数十年 表面上如此 可背地里确实做寿司买卖的 这魔多年从未被人察觉 若不是这一次主家贪婪 吸了那魔多寿元 恐怕王媒婆的勾当 还是无法被人察觉呀 好在我师兄是个有本事的 破了王媒婆的邪术 还将你们姐妹俩的寿元 统统归还了 只是苦了先前那些 被吸了寿元的人 这几日 在张婆悉心照顾下 姐妹二人很快便恢复如常 这一场闹剧 也让村里人看清了王媒婆的未人 当即便联合 向王媒婆赶出了村子 后来姐妹二人拿住那些银子 搬去了镇子上 没过多久 石兄梅便寻到个好夫家 嫁了出去 而石英春也在镇子上 寻到了自己的真爱 幸福快乐地生活了下去 只是每每想起 从前发生的事情 都让姐妹二人心中胆怯 但无论从前发生了什么 只要眼下幸福快乐 对于姐妹二人就足够了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